每年4月至5月 是中国大陆的爱鸟州 但碰上HCN9潜流感流行 许多活动因此被取消 陆媒说远离鸟类 反而成为多地爱鸟州的现实 在美国波士顿爆炸事件中 遇难的沈阳女留学生 吕令子家属 今天启程赴美国主力后世 河南洛阳掩饰室 一宿村庄数百头猪狗集体死亡 市政府指出 专家研判死亡家处是 有害气体严重损害呼吸系统 而导致死亡 中国大陆贵州省 近来出现雷风大雨冰雹 冰雹大的像鸡蛋汤圆 造成房屋倒塌农天绝收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人民币1亿1000万元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